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们述说这个奥斯林的学书的时候 那各位同学都知道 士林哲学的知识论 从奥斯林大概就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差不多了 如果我们读一点点认识论识的话 我们如果读一点认识论识的话 我们就会发觉 大概到了第三世纪 哲学的知识论差不多就是完成了 那今天也没有什么太大改变 比如说像逻辑 逻辑大概雅里斯多就完成了 那弗兰斯·佩根搞一个什么 Neo Ocano 新工具有没有 也没有改变多少 他也没有改变多少 他的综合判断也没有改变多少 比如说分析跟综合法 他也没有改变很多 归纳法嘛 就是他的归纳法也没有改变很多 所以他基本上还是雅里斯多的 逻辑的演绎法跟归纳 我们为他的基础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 罗斯法 所以我们比如说看到这个花的时候 大家都会有自然的工作 比如说我给你一朵花 你第一步干嘛 先拿着 对不对 第二个干嘛 就闻 有没有味道 开始看了没有 你开始使用你的五官 所以你第一个拿着看 用手感觉 比如说玫瑰花 你怎么拿 你看着不看你就抓了 不会 为什么啊 你会先看清的那个枝子刺在哪里 有没有 因为玫瑰花是 按照经验嘛 知道玫瑰花是有刺的 各位同学 你们知道动物经过玫瑰花蟲 也是小心的 它不会随便去爬上去啊 爬上去它就为刺的半刺 对不对 所以它也是看着 所以你抓玫瑰花的时候 你就要看着那个刺 那听说日本人把玫瑰花 所以你研讨出来发展出来一朵黑色玫瑰花 黑色的 听说一枝啊 台湾卖了两千七百块 两千七百块一枝啊 玫瑰花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在英文里面 所以税之无关 这个是第二步 第三步我们看 奥斯顶的方法 阿斯 嫌强 嫌强 那在嫌强在知识里面来讲 我们看一看 有这几个部分 第二步叫data 你要收集data 所以我们所有能够构成一个知识 把一些讯息 一些资讯 或者一些消息 变成知识 首先第一步它变成我的data 所以有时候我跟我的研究生讲 我说你要先收集资料 然后把资料变成学问 变成知识 然后知识变成学问 这个是模式 就是说先要有资料 资料以后变成知识 就变成一种新的知识 你去收集一些不同的资料 把组织变成一种新的知识 这个知识就后来你发展出来 就变成学问 所以data 那这些data要有内容 它有一些讯息的方向 代表了一种意义 然后构成一种知识 然后透过这些知识 你可以对这些data 这些informations 你会有一种insight 最后它就构成一种智慧 所以你就有能力 所以我们说智慧有两种 一种叫做经验 一种叫做知识 所以我们年轻的人 凭什么说有智慧 我们年轻人凭什么有智慧 我们没有经验的 我们靠什么 靠知识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 你念了大学 按照我来看 你爸爸妈妈对你的指导 人生指导 学问指导 大概到了国二就结束 对不对 还有哪些同学 你们的家长 到了国二以后 你的爸爸妈妈 还可以指导你的功课呢 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对不对 特别是妈妈那一个部分 妈妈好像很快 就在数学这个部分 就投降了 很多妈妈 到了数学那儿就不成了 大概小学三年级 就绝缘起了 所以如果你们家 在家里用电脑 那你妈问说 你干嘛 做什么功课 做什么功课 打电脑 你妈就投降了 所以各位同学 你看 这个就是智慧 知识 智慧就翻成知识 当我们成为一个知识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有对他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 那你要 比如说你要形成 一种什么样的知识 比如说我要对 古典音乐的知识 对不对 我们比如说我要对 某一种画像 画风的知识 我要对哲学的知识 我要对管理学的知识 这个是我要定位的 我要这个知识 那我先去找这个对他 对他以后我收集 然后我要分类他 把这些内容 把这些内容 变成一种 英文媒体 一种资讯 然后呢 我每一个的意义 我都理解 到这样的时候 我就构成了知识 所以后来 你来问我的时候 那我对这个知识 有insight 就是透彻的理解 叫insight 完整的透彻的理解 我们叫insight 那当我对这门知识 有完整透彻的理解的时候 我就构成一种知识 所以你来问我这个 我都问不到我 我都可以很清楚告诉你 那我们说智慧有两种嘛 一种是经验嘛 一种是知识嘛 那老人家 我们常说他智慧的老人 他就是有智慧 为什么 因为他对那个环境很熟 对不对 他对那个国家 那个文化 非常熟悉 可是如果你给他换一个环境 你给他换一个文化背景 他就变白痴 所以我们为什么很多老人家 在台湾过得很快乐 这个我举个例子 我们有一个政务官 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 他现在终于当部长了 所以他就邀请他妈妈 到台北来跟他住 因为他有官邸呀 官邸好大 现在你知道我们部长的官邸 很大 教育部长官邸比较小 大概才80个 最大的官邸 大概好像是财政部长 有两层楼吧 三层楼很大 大概减300平 很大的官邸 所以他就邀请妈妈来住 那妈妈就从乡下来 高雄的一个乡下 快乐的跟他们来台北 可是这个妈妈很不信啊 不会讲诡异 一出门啊 他们家从来没有红绿灯 在高雄乡下里面 没有红绿灯 他随便怎么走都可以 左边走右边走 直着走斜着走都可以 他一出来就被所有的红绿灯 起车摩落车吓坏了 每天心脏都不整 结果住了两个月 就得忧郁症 后来没办法 这孩子是很孝顺 可是因为你的孝顺害死了妈妈 所以不行 所以又把妈妈又送回想下去 你看那个陈碎扁的妈妈也是 对台北生活不喜欢 她就不要回去啊 她就不要来台北住了 本来理论上想陈碎扁当总统 她可以住在总统关顶嘛 对不对 多舒服啊 她有一条狗陪她 如果她妈妈说一条狗 我家里有几十条狗 天天都狗来看我 对不对 我还去看她 妈妈说不行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到智慧 一种是叫经验 那经验的我们 你在一个环境里面熟悉 你自然就对那个地方有经验 比如说你在台北过日子过关 所以你对台北很熟 交通很熟 所以你知道从这一到那里 要做什么车都很熟 可是我给你换到东京 你行吗 你看都看不懂 各位联合国有规律 什么叫友善城市 友善城市 日本东京 日本从来没有被列为 全世界的友善城市 韩国也没有被列为友善城市 你知道为什么 英文都看不懂 全部都用韩文 用日文 它连英文都没有 台湾是被列为 全世界的友善城市之一 反过来就是因为 它比较没有主体性 英文中并列 还加上什么 不晓得哪种语言 还帮着你 有时候是闽南话 有的时候是原住民语 反正你统统给他买进去 我们最友善的 因为最没有主体性 越没有主体性越友善 你看那小朋友最没有主体性 他最友善 你说什么他都听 对不对 等到一有那个主体性 他开始有判断 他就开始有好物 有嫌物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知识 那各位同学这里面我们就要问一问 当构成一个知识的时候 可能没必就是一个学问 每一个学问都有它的背景 而这个背景有它一个过程 不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理解 比如说我们某些课程 比如说我对这个哲学资产方法 和这一门课程 我都理解 可能跟你的理解不能 所以你的期待 可能跟我的期待之处 所以我在这个 这些知识方法的里面 我主要就是教十个方法 告诉那种同学们理解 万一你将来要去做 这些课程的时候 你做care study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四个方法 去灵活一遍 可是呢这些 在大学部来讲 它只是一种介绍 它不是一种深入的理解 它就是一种介绍 你想想看 怎么可能大学们 能够哪一门课目 可以完全深入理解 你到了博士班 都不一定能够理解 你认为自己教书的这个人 他是完全理解这门课嘛 坦白说也不见得 比如说我 我教这个哲学资产方法 我也教了 从2003年开始教秦 第二2009 教了五年嘛 理论上我应该很熟悉啦 其实不见得 为什么有时候同学 会来问我问题 不能啊 对不起啊 我这个没有研究到 人生有限嘛 所以装神说 我生有牌嘛 知也无牙嘛 对不对 你怎么用无牙的诺诺来论断 那个有牙的东西呢 就好 所以对我来讲 我真是说 我这门知识 是我过去五年来我专心做的 那我专心做的 我我认为我是比较懂的 可是有时候同学提出来就 可能我就是 可能没有注意到 这是可能的 非常可能 比如说有老师 他提醒 比如说像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去斯大 去采联一个研讨会 就是我的一个学生 正学系的一个学生 他考上了政大教研所 后来得到硕士 后来现在在斯大念博士班 他的题目 博士论文题目叫什么 苏格拉里对话 就是说苏格拉里对话法 在教育学上的运用 他的博士论文 那他要请我 他要双指导 所以他请了斯大一个教授 要找我去帮忙 问我 说肯定帮他做的 好 我说好啊 我就很高兴了 所以他今天把他的这个资料 送给我 给 就一秒来 我一看 我里面 他懂得比我多 哎呀 然后我就开始给他回信 我说你这几个好棒吧 都写得很好啊 他说 然后他就回信跟我说 说老师 我这个都是从你那个东西引出来的 哦 原来搞了半天 我只是书格拉里而已 原来他是后来是柏拉图了 所以知识就这样 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 那每一个人对这个知识的理解的内涵 是不一样的 对他希望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对别人嘛 那哲学系的同学们对老师的课程 不一定都是善意的 可是我建议你在哲学智商方法的这个课程里面 你们对我要有善意的 因为什么 因为你们要想我是有限的 然后呢 我教你们的时候我是尽我的人意在教 那最后只能说实在不满意的 那这一句话说 那老师所知有限 对不对 所知有限 那你们讲的 那你们就要如同什么 存在主义者 说你们要站在老师的肩膀上 往前走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们看德国维新人怎么发展 德国维新人不就是这样做吗 所以康德的工作做完了以后 所有的德国哲学家都认为他工作没做完 所以下面就是菲希特 所以菲希特就从康德未完成的部分去往下走 可是菲希特做完以后 又谁不满意菲希特呢 谢灵 谢灵就说 我站在菲希特的肩膀上 聚起往前走 那谢灵做完了以后 还有人不满意 那个人是谁 黑格 黑格 黑格说 我觉得谢灵还不够做完 所以我要聚起往走 结果变成什么 从观念论变成维新论 变成绝对维新论 就这条事物就发展了 那黑格完了以后 花儿有人跟他不满意 说因为你这条根本是湖港 那个人叫菲尔巴哈 一下子从维新论变成什么 变成维吾伦论 那菲尔巴哈就影响了恩格斯 恩格斯就影响了马克斯 那维吾伦论就出现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你看这个模式 到顶部就跳下来 这个后面都一个接一个走的 所以同样的我们在 我们在二十天下里 我们也是做这样的模式 所以当你期望的时候 你是用你的期望 来期望那个人 所以同样的女同学 男同学也是一样 你们交朋友的时候 你们会对对方有些期望 可是实际上你希望 不要被期望 就麻烦了 对不对 对方对你有期望 那你有希望他不要对你有期望 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对你有期望 那你就求你爸爸说 你不要对我有期望好不好 那爸妈就说 我怎么可能对你有没有期望 所以因此在哲学智商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你不能够拒绝别人对你的期望 但是你却没有责任 要去满足别人的期望 别人对你有期望 因为那不是你的责任 那不是你的责任 所以你不能拒绝别人对你的期望 但是你却没有义务 要去完成别人对你的期望 除非你把别人的期望当成了你个人的期望 你才有可能 不然的话 你不需要 因为不然压力好大啊 对不对 压力大了要命啊 然后你最后会受不了啊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 在二十这个时间下这里面 我们要看过的 好吧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